年代旅游丢报案越闹越大 观光署16号勒令停业三个月 随后平保协会也把年代提出 17号不半月年代旅游办公室不见人影 但看到越南政府年后立刻大动作展开调查 陈楚接地旅行社 而台湾只见高官放话 原本说下周再公布开罚 结果印发民怨 春节开工第二天 16号终于做出判定 但这把火已经烧到整个旅游业 最近还被观众说 你们旅游业已经变成诈骗集团了 能跟政府要求什么 在民众的心中里面又可以 又产生了什么的变化 想一想真的是很无奈 规矿署表示年代旅游已经不是平保会员 将一规定向年代旅游追缴135万保证金 收到公文之后限期15天内缴纳 若不缴纳将会撤照 他开工之后就会处理了 可是从我们2月5号开始发现事情不对劲 之后跟他联系 他一直都这样就是不断的拖延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都没有收到任何的退款 已经缴线的民众15号之后 就联系不少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 平保协会提出四种协助方案 团体旅客要填写 旅行业履约保证保险理赔申请书 并减付相关单据正本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因本交由平保协会 以付金团费单稍未出发的旅客 若是以信用卡付款 需要向发卡银行申请该笔款项列为征议款 在越南已经另外支付720美金的旅客 则可比照前两种方式办理 其他消费者则可以在30天之内 向平保协会申诉 如果旅行社有办理旅行业的旅约保证保险 也会由保险公司来理赔 不过年代旅行社负责人林大军 16号也对平保协会发布声明 表示公司因为财务困难 无法对旅客负起赔偿责任及出团责任 看来旅客想要获得赔偿 变数还很大 地址于盛行曹文宁台北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 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淡初演艺圈多年的林千佑 与艺人纳斗情断后 桃花不断 与46岁台积电供应商 赖心富商男友 交往三年依旧超甜蜜 没想到日前竟自曝 被对方痛扁送医 两只手臂布满大片瘀青 指甲缝里全是干掉的鞋子 就连脸上也疑似有伤痕 林千佑日前在IG类塑 赖心富商男友去年八月 因为误以为他出满肉体换金钱 竟失控把他打到送医 林千佑称自己吓到分手 逃到美国去 对方还天天打电话求原谅 说要送台车 他心软撤告 没想到赖心富商男友 撤告后车就不送了 近日还闯到他位在北市中山区的租屋处 大搞破坏 偷走他十四颗爱马仕包包 害他损失超过六百万 家暴事件演变成刑事案件 林千佑的赖心富商男友 IG喊冤 同样PO出自己疑似被抓伤的照片 发文问我做错什么了 有人透露赖心富商已经去验伤了 家偶变怨偶互PO叫控诉 三年的感情不是走进结婚殿堂 而是各自前往法院对簿公堂 借黄明君立台专层报道 十字路口 土安窜出一台红色轿车 不顾路况就要左转 现状摆车连轮胎都被撞飞 紧接来的红车车头严重毁损 连后翻的机车骑士也闪避不及 撞飞喷地滑行 都有撞到这样子 无辜骑士伤痕累累 肇事的红色轿车车损严重 车头扭曲变形 遭撞了两台轿车 车头也被撞烂 总共造成了共四人受伤送医 同样不遵守交通规则 一名机车骑士在红灯后 竟然还想闯红灯 毫不减速直直冲 下一秒 对象机车骑士猛按喇叭来不及煞 把违规骑士撞喷 幸好骑士立刻站起 交警也赶忙协助指挥 避免进一步危险 在高雄大社则有一台机车骑士 想逆向超车 和左转机车相撞 在喷飞撞上对象无辜机车 幸好只受到轻伤 不依规定死路来车到 处新台币6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滑完 至于在台南麻豆 则有一台机车疑似闯红灯 绿灯执行的特斯拉 被吓到网右极偏 失控撞上路灯停下 闯后的机车骑士 这下可要负担数十万的维修费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 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